成功 煎番茄 來 我們來製作番茄料理 有沒有 切塊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設定喔 來 老奶奶 為什麼堅守 又不是要吃早餐 怎麼樣 是不是很有料理天分啊 大概真的很努力了 以後可以試試看這個 得到的菜肚百香果番茄才不要呢 沒有啦 我不是要給你那個啊 到底 我不是要給他那個啊 所以還是可以給不同的就對了 現在太好了 有機會試這個也不錯 所以不管怎麼樣都會有這個 喔 還有這個 番茄和土豆的妥協 絕對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 Tomato Hater 喔 原來給我給不同的 他還是會給我不同的反應 只是真正 真正的東西還是要等那個才有 啊 そうですね 原來是這樣啊 應該沒有出去吧 還在鎖著 嗯 先出來這邊看看吧 嗯 先出來這邊看看吧 很好 買你過 什麼都沒有 贏 有可能是在三樓那邊啦 我覺得 不過還是秉持的就是到處都要看啊 精神在那邊找一下吧 不會在這裡 沒有 也不在裡面 怎麼會呢 唉呀 你不知道嗎 玩RPG就是有這種習慣啦 哪邊都要調查 雷尼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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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尼應該在這附近沒錯啦 三樓好像是 馬力他們的居住吧 居住的地方吧 嗯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 那個 菜單 拒絕 百香果 不同口味的餅乾 我想看一下喔 拼圖 喔 應該是 瓦尼莎跟 夏洛特兩人的 應該是啦 誒 說實際呢 以前到處都是二座劇的小熊 樓梯間也堆了很多 現在奶奶和伊萬傑林回來 一定也清掉了吧 對啊 他們也是這樣猜說 會不會在那邊 喔 跟我猜的不磨了啦 可是你們是兩個人討論的結果 我是一個人想的結果 這完全就有level的差距 就是此女巫也無法阻擋這個智商差別 啊 什麼 亞...亞拉貝爾 在這種地方做什麼呢 雨停了 連你的小熊不會動了 蛤 只是把樓梯上的小熊移開而已啊 對啊 這裡也清掉了 其實可以移開 那放到哪去呢 還是先找雷妮吧 反正這些也不影響大家走路了 看起來好愛的事啊 後面不是還有一扇門嗎 萬一雷妮躲在裡面呢 忙著到處惡作去 不會被他避除你了 這樣就好多了 塞進去 雷妮被殺死了 雷妮他不會動了 什麼鬼 什麼 等一下這是 那假的吧 消色雷妮完成 怎麼了 草草鬧鬧鬧的 啊 那個 到處都是血 等一下 那個 這其實是 雷妮從我那裡偷走的飲料吧 啊 確實這個氣味也是油化的 好了別鬧快起來了 不過 雷妮他真的不會動了 蛤 米拉貝爾的資料更新 怎麼雷妮竟然 在你悠閒的時候似乎發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真的沒有死嗎 但是 但是 嗯 米拉並沒有錯 雖然雷妮是不會被殺死的 蛤 但有人奪走他的靈魂 和殺死他也沒什麼區別了吧 誰會做這種事啊 看有人動真格的 雷妮這傢伙草草鬧鬧的 真不愧是個活靶子 一彎結尼 看來這次的聚會 確實很不安定 一彎妮可不要對我可愛的孫女出手 咦 或者說別對任何人出手 拜託啦 就當是容忍一下安德利亞好嗎 哼 我也是有原則的 不會隨隨便便殺人 擔心的真多餘 不過是誰有膽量 這麼有膽量 我倒有些好奇 是啊是誰 為什麼要對雷妮突然覺得好不安 門被安德利亞關起來了 也就是說只有我們這些人 不把兇手找出來真是沒辦法安心 喔 小下落特真可靠呀 怎麼啦 勇者的血沸騰了嗎 奶奶別拿我開玩笑了 無聊 他是有受過什麼打擊是不是 馬尼莎我們一起去找兇手吧 欸?又找兇手嗎 有點可怕 怎麼能一點冒點精神都沒有呢 我們當中有這麼危險的人 你就能放任他為所欲為嗎 雖然大概雷妮也是危險人 這個真的不關我的事啊 欸?讓我去畫畫好不好 真是奇怪 兇手真的會在我們中間嗎 到底怎麼回事 雖然伊萬傑妮那個樣子 他不會做這種事的 而且之前我和他都一直在一起回來的時候雨已經停了吧 因為那場雨是雷妮的魔法 嗯 那個時候雷妮已經 喔 可以在那邊看喔 居然發生最早事 真的以為雷妮死掉了 他能醒過來嗎 你醒了就謝天謝地了 以為雷妮死了 為什麼他會以為雷妮死了呢 都在一起 是啊 有一陣子我睡著了 也就是那時候停了 你不會懷疑我的 我一直在畫畫 根本沒有離開過 是是我知道了 我睡得不成 如果有想動的話 肯定會知道的 而且以我的能力 也不可能傷 才不可能傷害雷妮 我雷莎一直都是被欺負的那個 好像很可憐的樣子 沒有力量 其實都不好意思 要懷疑好心的安德里亞大人苗 這個世界上有安德里亞大人這麼溫柔的人 也有雷妮大人這麼可怕的苗 但物力和喵倩傷害不了雷妮大的苗 也不會說謊苗 他們是魔法製造出來的 先找其他人談吧 一直麻煩不斷 也沒有雷妮覺得房子裡更空了 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巫 我們之前一直沒有見過她 死地分離了 那孩子總是不愛說話不要講 不要再有人死中了 不管兇手是不是在我們當中都不要輪到我 大概在房間裡 就是餐廳對面的那一間 很喜歡安健 目力也不想打擾他們 我也不想打擾 必須確定那個平安武士 去吧 瓦尼莎 我們去問問其他人 為什麼飛到這我不可 因為你看起來最好欺負啊 這不是明白的嗎 那等一下 那如果我先選 先不要去清理那個 先去調查 然後我就想要打 雨停了 連你的小床不會動 空蕩蕩的 有話隨便 是不是我就說 這一定還有藏到什麼 所以這是安德里亞跟那個誰 瑪莉菱的房間 最後一個我就不知道 雷妮沒有房間嗎 所以最後還是要去找 還是要去那個 尼拉貝爾被殺了 無奈也有個限度 活得好好的吧 只看到顏料就昏倒了 不知道雷妮不會死 於是把紅色顏料看成血 以為雷妮被殺害了 一直在畫畫也沒有足夠力量可以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按照片